用货品方式对于台湾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用非货品的方式 对台湾的这个承诺 一国台湾当局 你愿不跟我们谈谈 怎么办 难道我们放弃国家统议 但是这个 你也不能够轻易使用 但是排除使用 我们要进入这个 这算是一种战略的考虑 欢迎观看这集的 台湾武统或文统 台湾的2300万人民 何去何从 第二集 首先我们从政治层面 来观看这个问题 至于台湾的文统和武统 取决于什么政治问题 首先我们从中共的政治问题看起 中共现在习近平已经60岁 他已经会在20大 通过第三期的执政连续五年 现在传出内幕消息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已经跟中央军委和 中国解放军中英方提出的妥协方案 就是在这习近平执任的第三个窗口 就是从69年到74年这五年之内 他会武统台湾 这是一个交换的邮件 让习近平在这 连续第三次执任 中国人民共和国 三军统帅 海陆空 还有天空军 四军的最高指挥官 台湾的一个先决条件 所以看这个 立以弊已在前面 而且在中国对台湾的七日的 围困台湾的海陆空 东风11、东风15 火箭弹的第一波演习 接坐空军、海军围困台湾 还有在福建岛 登陆演习 登陆台湾的假想 攻陷台湾 而核无无人机飞跃台北上空 或者采用先决条件 斩首行动 拿下台湾的最高领导人 蔡英文 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正如孙子兵把索云 而武统台湾 而第一个政治原因 我们看看英国 最近的经济崩溃 面对能源短缺 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俄罗斯掐住欧洲的瓶颈 停止输送和降低天然气输软 欧洲让欧洲很难维持 在一个面临过来的冬天 现在8月21号 更传出数千名的英国工人 走上街头抗议 英国当前的首相约翰逊 正面临下台的问题 而且其反对团都争作要出任英国首相的竞选活动 现在英国面对着内衣外患的情况 人民吃不饱 而且能源的涨价因为俄乌之间的冲突 现在能源的起价 以生活的通化盆栈 已经涨到英国有史以来的80% 现在英国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车之中 面对吃不饱又难熬的夏日 真是让英国的经济十分的崩溃 所以可见英国的经济会美宽厌下 英国的经济与政治正亲密的影响到美国 因为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的战争伙伴 现在英国是保守党籍内侯 现在美国的政治也发生大地震 美国的大地震是民主党与共和党 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FBI启动抄家 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的住家被FBI抄家 听说这个FBI的抄家是被现任的总统拜登所秘密执行的 因为现在拜登总统在美国的有史以来 出任的总统的支持率已经掉到最低 就是30%以下 如果在期年期的选举 有望是共和党会大胜于民主党 拜登极有可能八九成会成为一个跛脚的总统 在接下去2024年 克兰普一定会是共和党的最佳的 竞选总统的 以想的竞选人 所以而共和党 川普会赢得这场2024的总统的支持度 也会远在民主党之上 共和党认为所谓的川普失常 美国的私密文件 只是民主党一场政治游戏 为了政治迫害川普 让他深陷于泥沼之中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让他无法参与2024年的总统竞选 现在共和党的议员都认为 这场政治游戏都是由民主党的总统 拜登所幕后指使 所以他们这些共和党的议员 现在以牙还牙 弹劾美国司法部部长加兰德 美国已经陷入 极度的共和党与 民主党的相对对立的情况 只要在城市的部分 以人口人数为众多 多过5万名的市民 民主党的支持度就十分的高 而在乡下 以人口稀少的乡下 共和党的支持度就会比较高 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撕裂的一个国家 一国变成两国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城乡对立 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而且共和党的交换男孩更软软要拿起武器 回攻白攻 FBI的门口也挤爆了大批的共和党的支持者 抗议FBI民主党搜查川普的住家 更共和党的议员也群起 弹劾及起诉FBI局长克里斯托弗 要求美国联发法院公布宣誓书 现在拜登现任总统的支持度已经掉入 美国有史来总统的支持率最低 就是低于30% 而克兰普在住家被抄家之后 支持度没有掉 反而弹生 如果他会在2024年参加美国的总统大选 会赢的层面是越来越高 而当下川普仍是共和党最有影响力 最有望夺取总统宝座 在共和党进选人之中 声望最高 凌驾于彭斯、蓬佩奥共和党的总统 进选人之中 所以可现一场精彩的政治游戏 正在美国的政堂上上演 而川普应该会助力 共和党夺下美国的国会的两院 而川普会趁机反击 在夺回国会的两院之后 宣布参加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而他会得到美国总统宝座的声望 是十分的高 这是为什么民主党会趁着这个机会 搜查他的住家 先下手为强 现任川普 让他无法参赢2024年的美国的总统宝座的大选 而在欧盟在俄罗斯的制裁之中 也陷入缺少天然气 从俄罗斯的公益 十分的刺警 而且国内欧洲各国的通货博战 已经达到了十分的高 甚至与双倍数的成长 至于台湾方面的政治层面 现在台湾是由民进党蔡英文领导执政台湾 而在两年后的竞选 如果民进党蔡英文的下一个候选人获胜的话 看出最近 民进党还是不断的刺激中国人民共和国 甚至在裴洛西访台之后 中国一周的对台湾的军演之后 现在还邀请美国的印第纳州长瑞克访问台湾 中国已向美国提出 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 严厉的抗议 现在我们从经事层面来观察 这个台湾的文统和武统的问题 首先军事层面 我们最先关切就是美国与中国的状态 首先我们从美国的海军的舰船的数量 来做一个比较 在最新的资料之中 在公元2020年 中国解放军的海军已经拥有360艘潜艇 这比2020年的美国海军舰艇的297艘 多了整整63艘 所以可见中国海军舰艇的数量 已经开始远远超越于美国之中 而且美国的舰艇 很多都是建造于维根时代 所以平均美国的舰艇的年龄都是 30、40岁左右的老头子 而中国的舰艇都是以水饺式的舰船速度的发展 更有美国的太空卫星公布中国的舰船的建造 在中国的舰船场中 动气五 中国以一次过能够水饺式的建造 五艘动气五的复卫器 这个建造速度十分的进能 而且中共的舰舰母舰的建造 也是以水饺式的进行 整整用了少于一年半的时间 就能建造一艘舰舰母舰出来 这比美国以传统式的造船方式 建造舰母舰多数需要八年的时间 所以这颗成长是十分的可怕 对美国海军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至于中国的海军以美国的海军 在排水量之中 我们来一个比较 在2020年公元2020年 美国的海军的总排水量是352万吨 而中国在公元2020年的海军的排水量是227万吨 这就是说美国的海军的总排水量 在公元2020年是比中国的海军的排水量多了120万吨 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已经拥有10亿收的核子潜艇和航空母舰 所以美国的海空母舰的排水量才会 而且我们从中国与美国的海军的军事预算来比较 在公元1986年的时候 中国的军阵队议算是149亿美元 而美国是3026亿美元 正在2021年的时候 中国的预算已经十分的接近美国 成为全世界第二名军事的预算国家 这时公元2021年的时候 中国的军事预算是2523亿美元 而美国是第一位7780亿美元 整整比中国多了51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 现在我们谈谈中国解放军的空军 与美国空军的实力的对比 最近公元2022年 中国的解放军空军在吉林的残村 展出了空军的表演与演出 这次中国的20系列 歼20、运20与歼16等最新款的 中国解放军空军20系列同框的演出 这也显示着中国空军20系列 由运20输由给歼20与歼16 让它能够在台海战事中 飞往至第二岛列系列 以阻止美国的航母进入第二岛列系列 同时中国空军新闻的发言人 申进科大校在空展时发表声言 空军歼20、运20、歼20、歼20等 20系列展现出解放军中国空军的奋斗 强军梦飞应奋飞十年建设发展 成为让它强军梦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次有感于中国自满清时代 被八国联军围攻入预和园 抢走中国大量的财富 所以中国人民的解放军 怀作强军梦、强国梦 所有感而发言 至此 中国的歼20是有等于美国的F-35 而且性仍在最近的东海空军的较量之中 当一架美国的F-35飞机已达中国的东海 被中国的歼20以空警500咬住尾巴系列 差点在这次的较量之中 歼20已经完全锁定了F-35的中极 在远程的距离可以发射霹雳导弹15系列 击落F-35 而F-35完全不知道 F-35的中极 直到歼20抵达它的尾巴之后才发现 已时宜大词 所以美国的上校对中国的歼20 给出最高的评价 而且声称歼20那时在发挥战斗执行系列 所以它的机动性比美国 F-35的机动性更高 所以就是F-35就是差点被歼20击落的命运 所以可见中国的隐形战斗机 已经在五代半的实力上 已经超越上了美国F-35 而且中国的歼20系列 也是佩戴了由空警500和地表上的地面 成成一个完整的反空系列 就算中国的空军 歼20以空警500到达美国的边境 也是同样具有实力 击落美国F-35和美国的任何一架隐形战斗机 这成为中国歼20是唯一在全世界 能够锁定任何一个隐形战机的 最强与最高以及最快的隐形战斗机系列 飞机 而这个歼16是一个轻系列 以及重系列的战斗机 及轰炸机 是双用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系列 同时一机可以两用 为战斗机以及轰炸机之用 解放军的歼16是一种 可以空对空以及空对地 一机两用最优的一种 战斗机轰炸机系列 解放军的这个运20 是一个重要的神器 这就是让解放军的歼20歼16 任何一种歼系列的战斗机轰炸机 去远洋太平洋大西洋 执行战斗任务时 运20能够运载 大量的运游 让战斗机与轰炸机 飞达到远程的第二倒列系列 或者更远第三倒列系列 参与更远的池源 空中执行战斗任务 这是一个强国梦中 达到远程的投放 以战斗的一个载送原油的运20最重大的任务 运20也能运在远程投射的重型火炮部队 所以是一个空中降落机动部队一个重要的运兵神器 运20在全球发生这个Covid的疫情时中 解放军的运20也曾经投送医药救济品到世界各地 参与拯救活动 可见运20的远程投放实力 已经在实战中发挥到淋漓静致的境界 这三款飞机同款的演出 就是表现出解放军20系列 在至此之中 它们之间彼此之间的短板已经消除了 而且更有传出 歼35是同款与美国F-35 同时垂直隐身战斗机的系列 已经研发成功 它的性能可能已经超越了美国F-35之上 还有更最先进的轰20系列 已经研发成功 这轰20已经有两款式 第一种是 其中的一款的第一款的轰20的系列 是同于美国的B1B2 同样系列的远程的轰炸机系列 第二种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轰20系列 是中国更新性的 更新款的 更时代版 更先进的电子版的远程轰炸机 这轰炸机让美中国的轰20系列 能够飞原至第三岛列系列 就是飞达到美国本土 加以轰炸美国本土 所以具有一定的 威慑美国本土的远程的轰炸 达到让美国 委屈于中国开战的一种 军事威吓实力 轰20系列就是能够带到本身的核弹 飞到美国的本土 让你减少了一种 减少美国的预警时间 以及提升中国远程轰炸机 攻击美国本土的实力 解放军来讲 在22世纪来讲 是一个远程的打击系列 中国神器 让美国在太平洋岛的第三岛列 阻止中国完全的去除掉 而且能够直接达到美国的本土 轰炸美国本土 这正如老毛 中国的毛主席所声称的超英港美 现在中国的科技势力 已经超过了英国一大片 而且已经在接近 或者超越美国的境界之中 就算在太空战方面 中国也是唯一的国家 在国际太空战 设立了太空战 美国以及苏联 或者是俄罗斯 及欧洲各国 所研发的国际太空战 在2024年 已经完全不能够使用 现在俄罗斯 已经宣布退出了 国际太空战 让美国完全无法参与 现在在最后一个 欧洲俄罗斯 以及美国研发的空机 国际太空战研究 事业 现在唯一能够参加 国际太空战研究事业 就是中国唯一的 空中的研究战 而且中国的火箭 已经达到了月球的背面 是美国的太空船 已经火箭无法达到月球表面 更有消息 美国要求中国 向美国的NASA 公布月球表面的一些资料 中国反问 美国为什么要中国分享这些资料 为什么以前中国要加入NASA这些太空战 美国意义的玩具 现在等中国的实力超强于美国之中 为什么中国需要跟美国分享呢 所以可见 这就是美国的一种心态 越封堵中国的科技 中国的科技越发展更强 因为中国是一个 十三十四亿人口的强国大国 拥有大量的科学家 所以在科技这方面的实力 是不容惧疾 而且今日的中国 已不是当日的和下阿蒙 我们应该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态度 省望这种大国的崛起 所以中国在台海的战事 在160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 中国所画下的这个黄形工具的演习系列 的战力范围之中 中国的空优势显著于超越美国的空军之三 更是现在的东风导弹系列 10亿以15系列 能够精准的以15马赫的系列 从太空飞达至海洋平面上 以地球表面上热让美国的雷根号航母 在中国展开了一个礼拜的军事演习系列 雷根号已经夹着尾巴爬到这个菲律宾海 不敢以解放军的东风导弹系列对抗 可见中国的矛与美国的盾 以显著的分别之处 中国导弹系列 东风系列 如果它的精确度是在十米之两 它是完全110%能够继承任何一艘 存留于在海面上和地球上的美国的任何一艘航母 更有美国五角大楼所推出的这个军事推演 在二十多次的军事推演之中 竟爆出这样的资料 美国罗沙参与台海战士 至少有两艘航空母舰会被继承 会损失超过900架或1000架的战斗机 以我个人的推算 以现在中国解放军的东风系列的实力 已经让美国无法达到台海之间参与战斗 而且它的有效的空优距离是2000公里 如果美国投放于台海之中 有六艘航空母舰 至少有五艘与六艘航空母舰 就是90到100%的美国航母 会被中国的东风导弹系列继承于海面中 而美国的损失的战机会超越一百一千架 应该是大约是1200架到1500架之中 既然美国的空军海军会上市这样多的空军海军 这空军1500架就是等于美国大约是70到75%的空军的战斗机的实力 美国又如何能够参加 如果是损失五到六艘的航母 一艘航母上面有500个水兵 大概美国会损失3000名水兵 而空军会损失超过一千两百一千五百架 美国至少会损失3000名空军 美国对于面对这样庞大的军事的空军与海军的损失 试问美国又会怎么能够参与台海这场战事 更何况在两国之中的博弈 台湾只是美国一个边边角角的利益 美国只是利用台湾是一个看门狗 需要向主人买骨头 这正如台湾著名的政治家作家李敖所说的 还有台湾的苏吴曲博士也曾经发表 美国就是利用台湾以怡自怡 以华自华来抗衡中国的崛起 正如美国利用乌克兰和北约集团 让俄罗斯卷入乌克兰的战争 拖垮俄罗斯的军事与星际实力 不过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反而的围堵 俄罗斯让中国与俄罗斯和伊朗 结成了更紧密的系列 和印度更结成了金砖联盟 更发起了这次的G8系列 更有金砖系列提倡用 去美元化 用人民币 以及用俄罗斯币 参加国际的人员石油以及粮食的购买 让美元以石油以及粮食等脱锅 更有消息传出 中国的最高指挥主席 习近平会在二十大之后参与阿拉伯的访问 而且让阿拉伯能够参与这个殲三翼垂直隐身战斗机的研发工程 以及它会让沙地阿拉伯参与投射以及研发沙地阿拉伯的内陆沙漠的城市化基地 所以中国能够提供沙地阿拉伯一个一套式 就是一条龙的基建建筑空军武器等等 而且更有中国是沙地阿拉伯最强的原油石油的购买国 所以这现在已经让美国的霸权姿态在全球受到严重的围堵 这正是为什么在支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之中 印度的电视主持人向美国发言呛吓 美国不要向周边大国等等印度等指指点点 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霸权了 没有那样的实力 这正是现在美国的美元以及美国的实力 已经在国际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威慑 而且在俄乌战争中 美国是第一个向俄罗斯买购买数量更多 更强的原油石油天然气的进口国 它是全球第一个最大的向俄罗斯购买特价的原油的国家 而它同时以双标系列 自己要北约国家抵制向俄罗斯购买原油石油 可是它又买了特多 买了之后又以低价更高的价钱 就是低价买进俄罗斯的原油 高价卖给北约 让从中赚起暴力 所以可见这个美国的这个霸权 已经受到一种围堵 而且北约各国也是陷入经济崩溃状况之中 在这场制裁俄乌战争之中 所以北约已经欧洲各国已经渐渐看出 美国作为老大哥的一种 利用他们来赫止俄罗斯的一种 经济已军事的威慑政策列 更有之前去年法国原本要售卖澳洲的潜艇计划 被美国以及英国富良差出一脚 要售卖澳洲更先进的核死潜艇计划打乱 让法国的售卖潜艇与澳洲这种生意 打水漂 所以让欧洲各国以及北约各国 让知道美国的策略就是利用他们 更有美国抵制中国 让澳洲失去进口红酒以及各种牛肉 在中国市场的机会 而美国取以代之 所以渐渐世界各国澳洲 纽西兰以及北约渐渐已经知道 美国的策略 所谓的围堵俄罗斯围堵中国 只是一个泡泡最主要他要赚起暴力 以及维持其霸权主义 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而且美国的空军的战斗机 以及轰炸机是很难参与 就是完全没法参与台海战事 因为现在中国的东风系列 东风导弹11-15以及26 还有中国的各种快递系列 能够直接攻打到日本本土 以及关倒夏威夷的军事战地 让美国没有办法派他的战斗机 轰炸机到台海之间 更合算在2000公里之内 这完全是中国东风系列的空优系列 美国的航母只能够停放于2000公里之外 而战斗机美国现在的战斗机 最大的这个工程范围 都是少于800-900公里 试问美国又怎么能够来到台海 第一岛列系列 参与以中国解放军的空军海军的较量呢 所以这个毛与盾已经显然的表现出 美国的盾已经不是中国的毛的水准 中国的毛随时可以继承美国的五六艘的航空母舰 所以美国已经不是中国的对手了 在台海军事的冲突之中 而且这次展出的解放军的空军500 在东海的较量之中 美国的S-35已经残套空军500 以及歼20的实力的威胁 可见中国的空军的空军500的水准 已经电子设备的系统的制度 已经超越了美国的电子版的系列的制度 因为解放军的空军500是最近研发出来 而美国的空军系列液警机 是在10年20年间研究出来 所以在购买电子产品之中 这最近两年的产品 当然比20年前的产品更好更强更词汇 就是近期的电子产品 肯定比旧式的电子产品更精致实惠 就正如以前的人都是在唱流声机 唱唱片 唱卡带 唱CD 而现在的人就直接听音乐 都是从网上绕落 所以这根本是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面 所以美国的空军以及海军 而且美国的海军 多数舰艇都是在雷根号时代的 都是30年40年的老安哥老安弟的系列 而解放军的舰艇都是这几年建发出来 正如如日中天20年的小伙子 这正如人类周期所演发出来 20岁的小伙子 单单他的战斗力比560岁的老安哥老安弟的战斗系列更强 现在更有中国的胡人机飞达到台湾的金门之中 在台湾的大胆与二胆 他的官兵守卫兵看到胡人机侦察 达到大胆与二胆的空中之中 两位官兵审望做空中飞行的胡人机 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个中国飞跃 大胆二胆岛的胡人机如何对付 就射起地上的一只一粒石头 针向中国的胡人机 这可见暴露出台湾的空军完全的 没有一切的SOP 如何预防中国的胡人机放进 台湾的军方更说 因为军人用石头丢了胡人机 所以胡人机才走 可是胡人机达到台湾境内飞行的胡人机 通常只能够一个过程只能飞20分钟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短暂距离 难道胡人机会跟着台湾官兵回家吃饭吗 所以这根本是用石头丢做中国的胡人机 吓跑中国胡人机是一个胡技之谈 可见出台湾的军方十分的胡能 以十分的胡奈 根本没有一切任何的防御手段 对付中国犯境的胡人的侦察机 而且中国的胡人机它的电池有限 它的续程能力最多只能十多二十分钟 所以胡人机达进台湾上空侦察最多的路程 也是最多二三十分钟就要飞回中国大陆内地 而且现代版如果如何制作无人机 通常大国方面会发展出这种机关以及镭射系列来对方胡人机 可是台湾内陆根本没有研发出这种神器的研发制度 所以可以见出台湾的军方对于中国的胡人机侵犯台湾的理空 是表现出一种完全无法任何一切对策 以及十分的胡奈的一种态度 可有更新的消息在科技方面 中国的华为的手机已经研发出鸿蒙系统 这个鸿蒙系统的手机 它能够逐步的不花钱的原地铜板的outgrade 提升它的鸿蒙系统从第二代到第三代 第四代到第五代 而且它在手机的这个运作的过程 速度方面已经运算方面 比同代的Apple系列以及Android系列更快 更超强以及更大的收藏功能 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 G4围堵中国的半导体的崛起 现在更有内幕消息传出 中国已经获得了而且EUV SUV机 同时已经研发出SUV EUV机 同时中国已经发展出来的量子电脑 以及量子科技能够让中国以最更低阶的 奈米这个16奈米15奈米 堆积技术以这个量子技术 推翻出中国更先进的2奈米3奈米 更高科技 所以美国的这个电子半导体维图系列 对中国的策略是完全的一种彻底的失败 所以可见这个人类的研发 科技的系列的研发 中国现在的科技系列已经在第三代第四代 而美国的科技只是在第二代 试问第二代的科技 假设我们放远一个最人类最普化的一个描述 你用1960年或者公元2000年的科技 你试问如何围堵2030年的科技撕裂呢 在2030年人类已经有更超强于公元2000年 超过30年科技 人家可以用更新的科技 更新的技术研发出半导体 以及科技系列 所以美国的越围堵 更表现了中国的科技更强 这一项的中国的研发 可以说可以使美国的科技围堵炸锅了 现在我们回到台湾岛2300万人民的文统与武统 台湾2300万人民的身家财产 以及经济财产何去何从的问题 台湾岛应该持以开放性的态度 以中国大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跟习近平展开对话 产生一些有效的维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一些系列 避免擦枪走火 以及造成更深一步的人民的损失 以伤害之中 让2300万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更何况台湾人民的人口 山脉已经占了台湾岛的三分之二 剩下有效面积是三分之一 而且台湾岛的人口密度是乌克兰的20倍之中 而人口的总数是乌克兰的10倍之中 根本台湾岛的人口是人几人住在一起 一旦发生解放军的攻略 肯定损失场中 这不是所有2300万人民所看到的 所愿看到的一种愿景 更何况台湾的领导人蔡英文 不断的提倡反中系列 他也有传出系列 他在演习如何外恩义发生战事 他能够在第一个时间 倡达飞机逃离台湾岛 他根本就是一个不爱国的一个投机分子 试问在他的领导下 台湾又能够又如何 人名23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只是他在一种玩弄政治 以得到自己私欲赚取暴力的一种手段 所以台湾的人应该要深深的考虑 要如何过上好日子 要如何向往这种和平的生活 不要生活在一种战争的困境之中 所谓临坐太平口 不坐乱世人 所以2300万人民的经济财产 应该在一个有效的领导者 一个爱国爱民 以为全国人民和平做出贡献的领导者的方向上统治 正如以前八年前 台湾岛的马英九总统就是一个爱国爱民 提倡和平维持现状 维持两边台湾岛与中国大陆和平 这会让台湾享受中国的经济的暴力 而且人民也不用2300万人民 也不用活在战争的恐惧的阴影之中 所以这才是一个正确的 更有光景更光明的一个愿景 让2300万的台湾人民 能够在下一选的大选之中 选出一个真正能够带领台湾2300万人民 走向和平的生活之中 不要再生活在这种战争水深呼热的困境之中 这应该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经济财产 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愿景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文统与武统 台湾2300万人民何去何从 这个系列这个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夜 愉快的周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这里 我认诚的呼喊 我认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 我认诚的呼喊 在这里 也正好 当很多地方 担分了 我认诚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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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 作为 道德 家乡努力 抱歉 只能记忠 究竟何为乱迷 只想共计替代爱意 到底是个我是你 无人连都看见 时光安静相悲 无人连都看见 啊 看哪 不仅心慌着太连 啊 看哪 好不留意 开启下雨 啊 啊 I'm telling you whoo whoo he I'm telling you whoo whoo 没有我能降临 拥抱所有的是你 he I'm telling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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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o 这有很大距离 he I'm telling you he I'm telling you he I'm telling you 没有我能降临 有没有我能降临 he I'm telling you he I'm telling you he I'm telling you re love with moon whoo 食蝕Qué hacerlo he I'm telling you he is on the he I'm telling you Gids delivered by叫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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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黑暗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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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永恒的 绝密 你 你 你 黑暗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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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小心翼翼 无论无论的爱情 无论一组流泪 呼吸独鼻却换穿醉 无论无论读评 以为继续注定 无论读评评 千金无法小心翼翼 无论有种痕迹 无论一组命运 不惜独鼻却换穿醉 烈人烈不脱皮 以为几世出笔 灵灭独鼻占 千金无法小心翼翼 无论有种痕迹 无论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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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惜独鼻却换穿醉 无论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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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读读读读读的读读读读读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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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灭灭独畏在 坐在这里 尽情 无法小心 我变成的 无论无论的痕迹 不一族无敌 我在这里 不信不必 却关着这 无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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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成的 一路无论只是 触离的痕迹 也灭独畏在 我怀着你 尽情 无法小心 无论无论的痕迹 无论无论无论 无论无论无论 不细度病 却关着这 人也不能吐听 以为即是冲冰 也灭独畏在 我变成 我怕小心 无论无论无论 而无论无论无论 无论无论 不惜不悲 却幻穿着 流泪与流不停 一泪几时注冰 失灭的泪打飞 尽情 无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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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惜不悲 却幻穿着 流泪与流泪与流泪 一泪几时注冰 无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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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泪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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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泪 流泪与泪与流泪 不惜不悲 却幻穿着 一人一人不停 一人即使成定 毁滅痛爱的 剑情 无法小心遥运 不留又走感觉 不独立的灵魂冰 不惜独闭却换成罪 别人流不停 一泪几时出笔 一面独立的 千金 不怕小心翼翼 不独立的灵魂冰 不独立的灵魂冰 不惜独立却换成罪 别人流不停 一泪几时出笔 一面独立的 千金 不怕小心翼翼 不独立的痕迹 一面独立的灵魂冰 一面独立的灵魂冰 千金 不怕小心翼翼 不独立的灵魂冰 不独立的痕迹 不独立的灵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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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一组 啊 可惜不必 却算是谁 无论一股 不通一股 以来 其实要注意 永远都爱在 我在这里 不静静 无法小心 我的手 不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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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还在 不然也不静静 有空静 以来只剩处 必 不静静 无法小心 不静静 不静静 走痕迹 不通一股 有病 不惜 躲避却换缠终 是 不静静 不静静 有病 有病 多感不静静